嗨,大家好 今天一早出来放假又要出街做事 做些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工人呢 前几天已经被我们炒了 因为工人其实长期一直在拼炒 在拼嘴啦,不做事啦,经常黑面啦 我们都引了他很久了 其实请工人这家店真的很头痛 他不做事,其实你真的催他不脏 你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炒了他 但他现在这些工人呢,其实整天都是拼炒 因为我的工人呢,有一个假扮病 他初头呢,他说病呢 其实完全是无咳,无性,无头痛,无病啦 跟着我们不太相信他啦 他说病我都催他不脏,那我就继续看医生啦 跟着呢,他就决定要整病自己啦 就晚上又不蓋屁,开行个冷气 因为我捉到他两晚呢,都是整晚 冷气对着自己吹,但他就完全没被蓋屁 那终于呢,他就求人得人,弄到自己病了 然后就流了鼻涕呀,咳嗽呀,这样 跟着之后发烧啦,然后传给Margaret 因为你家里有一个工人 工人是全都照顾着那个BB的嘛 那他病的话,一定会传染到给他的啦 那又不是普通伤风,是肢气管炎的 吃了很多很多药 搞到身体都差了,希望不会啦 所以这个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朋友教他呢 因为初头他很少玩电话的 但可能出去礼拜日和朋友去 出去和他们乱多脱多,娱多多 教他们这些不好的招数 经常在这次和我们咬完交之后 就经常在whatsapp,躲在房间玩电话 就问一下姐妹有什么古惑招数可以对付我们 和我们拼火 这个工人病再传染给我们这个事件 都不止一次的,其实今次已经是第二次发生 朗力新年那天都发生了一次 就是他自己经常去星期日出家和姐妹去玩 玩整天回来吹风,吹完风回来就病了 病完又传染了给我们所有人 很明显感觉到他是拼炒的 你骂他呢,他就拼嘴 你叫他做事呢,他就卸做 跟着,你跟他说些东西呢,他就占不记得 有时呢,特地不知道有心无疑 就哭了Margaret的头 那... 怎知整天都是卸着他 所有东西都... 那...他就经常说自己不用休息 Margaret早上睡觉的时候呢,他就一起睡 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他就一起睡 那...其实他呢,差不多我们计过了 最近一两个星期呢,他休息超过十个小时 差不多十一二个小时 那...总之整天都传回那个女儿给我 Margaret一醒呢,他就说要下街买东西了 Margaret一醒呢,他就说要煮菜了 要吸尘多地了 那...但是Margaret睡觉的时候,他就不做了 那...总之一醒了,就是传回那些东西给我做 还有呢,我问过呢,那些入境处的朋友呢 就是我工人之前走了,菲律宾工人啦 他呢,他呢,你要给他一张机票的嘛 那他就够胆问我拿钱 就是给他钱,不用买机票给他 那他不用回菲律宾啦,就是 那我几大都不肯啦,是不是 我几大都买一张机票给他啦 那...其实suppose呢,他应该前日... 昨天...昨天走了,昨天就上飞机走的 但是我们就静静地找个太空卡打给他啦 他根本没走到 原来呢,他们可以在那呢,就留多14天 跟着之后呢,就继续如期居留多2年的 就是你就算炒了他呢,他们还可以留在那2年 政府还有那些... 资助的 资助给他们的 因为他们回去呢,菲律宾呢,会被人罚的嘛 那他被人罚呢,就变成香港的资助了 那他们来到这里博炒,赚完钱 之后呢,还可以在香港留2年 每个月有千多元政府资助 那你知道他们当然有很多side business啦 很多奇怪的东西做啦 在香港再多2年,做这些不正当的东西才回去 那么,个个来到都在那里博... 我不是说个个啦,就是起码我个啦 就来到那里博炒 博炒完就在那里,再多2年再找水咯 那么... 还有大家千万呢,不要相信你的中介 他们是将你的工人,你炒完之后呢,他们再reuse的 那... 是啊,因为呢,其实呢,他们有货卖的嘛 那我们的工人炒了之后呢,他又回去中介那里 就成为那些断约那些 就是如果大家有请工人呢,就是... 为什么经常都这么多断约那些工人可以给你见呢 就是这些啦 那他断了约,那就立刻中介又有多件货 在香港又可以sell多次,又再赚多次钱 那你也控制不了他的,他喜欢留在那里,你留在那里 你是完全不可以说,喂,你博炒完 那你又继续做第二份工,就是把明玩东西而已,对不对 那就是啦,刚才今早就来呢,就去这个金都中心十三楼 去interview那些印尼姐姐,哇,真的... 我发现现在都是他因我们多过我们因他 那他又问你,老人家,小朋友,要选吧他们 跟着有狗又不做,有BB又不做 然后,说什么,要洗车又不做,虽然我没有车啦 就是他们很多要求的 他们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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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容,姐姐,不喜欢狗,多数都... 印容,全部... 我问回他们,我问了几个人 个个都说不喜欢狗,我就直接问他 其实是否印尼人都不喜欢狗的 他说是呀,我们不喜欢狗的 还有菲律宾那些呢,就会讲英文 沟通得几好的 起码大家沟通到,他听得明白 他听得明白英文,你会讲英文就OK啦 沟通到,他知道我们想讲什么的 但这些印尼那些呢,但他不会讲英文啦 他就去学广东话啦 你知道几十岁人,他们又不是什么高材生 全部都是那些农民呀,乡村呀 你逼他学广东话呢,其实他们真是... 半桶水 没有半桶水,三分一桶水啦 基本上是只会讲这几句话而已 你叫他复杂一点点,已经听不明白了 其实很难搞的,我觉得 完全大家沟通不到 基本上真是很麻烦的,请工人这件事 但他经常,之前就说我很正能量啦 所有的频道,今集就够了负能量啦 真是全负面的东西呀 套租呀,在这里 很麻烦 请个人回家就麻烦 因为如果不是有个BB呢 因为我都不想请他工人 即是没办法,因为我和Yanis都要上班啦 那家里就不可以没人看着我BB啦 前几天炒了工人之后呢 基本上这几天我们是全负面 什么都不用做 拍片的节奏呢,都是严重大落后啊 我想这个问题都是很多人的问题咯 唉,好头痛,好麻烦 即是他们是几近的 那刚才我们上去那个印容公司那里呢 就很搞笑的,在门口好像相看那样 即是好像在大陆那些呢 你有没有看下东方星之前那条片呢 在那些公园那里呢 那跟那些人在那儿相亲那样 那些印容呢,就站在那里 啊,你有BB呀? 那我不喜欢BB的,我只是臭老人家 啊,你有狗呀?那我no啦 我都不喜欢呀,这样 这样,这样 不知道是谁选谁呢? 是,我觉得是 好像我去interview 我去给人interview 那样整件事,就是求他们来做 就是,请工人都好像求他们来我们家做 又要我给一些照片去看呢 给我BB的照片去看呢 给狗的照片去看 看看他合不合心意 那样,如果他都真的对呢 终于找到一个啦 真是借天借地啦 多数呢,我觉得圆的那些呢 就会选的 但是呢,那些断细的那些都说OK 但来到呢,就当然是另一个story 所以大家做一个固主都要很精明的 即是,如果请不适合呢 就宁愿不要请住 要不然来到呢,简直是会激心激气 是啊,简直是会有另外一个stor 另外一个烦恼create出来 是,这个都是之前我做老板的其中一个心得 就是宁愿请不到,也不要请错一个 你还要请他,请走我温神那样烦 这些叫做易请难送的 是啊 而且在香港这个伦统制度之下呢 是很不公平的 即使工人博炒,你炒了他 是啊 即使工人博炒,你炒了他 你还要赔钱给他 是啊,即是譬如我们在香港打工 你不会让他在你家一个月 可能拿到斩你啊 或者是 他做一些其他的事,伤害你家人啊 这样的嘛 即是譬如你香港人呢,我们是吧 那我们走去上班,都有试用期的嘛 那第一个月呢,大家不对 或者头三个月不对呢 是不用赔一个月的嘛 即是公司不用赔钱的 大家完,就立刻完的了嘛 那但是工人来到第一天呢 你又立刻开始了,你是没有试用期的 你不对呢,你都要赔一个月给他 那他不对呢,即是他觉得不喜欢你呢 他就博炒了 即是,虽然他们是一个叫什么 小数,那些叫什么 什么,什么文,什么 即是,香港是那些叫小数族裔 是啊,但是,其实雇主方面 都是对我们很不fair 是,就是很不fair 他们是可以给他lose的 但是我们就要suffer了很多东西咯 即是我们又要给钱,一大块钱 请了他过来啦 即是可能即时不对呢 无论是他不对,还是我不不对呢 之后我又要立刻再给多一块钱送他走 是 是,真是好烦 那现在呢 阿Margory又没人抽 所以这个拍片的schedule呢 都是要顺眼啦 哈哈 可能呢,拍些片呢 你不要expect那么多剪接,那么多音乐啦 都应该是会相对简单的了 这些片,因为减低我的工作流程 通常都在家里拍啦,希望 如果出开街拍呢,就拍啦 如果我们出不了街拍呢 都看家里拍不拍到啦 有些好的工人呢,记住留言给我们 介绍给我们 对啦,如果有些好的agent呢 都介绍给我们 对啦,或者你们呢 有些什么,姐姐啦,agent啦 是好的话呢 就记得留言给我们 哪些有些弦弱了那些差不多走得的那些呢 记住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PM我 我的email 我今次在下面写完我的email 但不要乱传email过来啦 我不聊天的 哈哈哈 不是,其他也可以email给我的 其实我email一向都放在youtube里面 是啦 是啦 在商务联络那里 不过今次就不是商务联络 今次都留在下面啦 那或者你们有些什么心得啊 建议啊,或者有些什么工人的烦恼啊 都记住在下面留言,大家交流一下 是啦 喂,这个是紧急救援的片来的 这次 是,很烦啊 上次那个内容如何 什么博炒那些算了 走了就不要再说那么多了 是 免得好像我真是唱型那样 不要以为我们笑笑口 其实我们在家不停哭 是,好疼 好头痛 是 现在是亲子全接触啊 全部24小时都照顾Margaret 好啦,今次就这么多啦 记得订阅我们啊 再给一个like 拜拜